Hello guys, I'm Shakti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款 动物与植物不在和平的动作RPG Juicy Roll 二果之地 故事叙述在未来几年后 植物因为变异站上了食物链的顶端 所有的植物开始进化成动物 长出了手脚开始会思考 人类才意识到事情大条了 人类派一批人前往调查 即使植物已经进化成动物 原本应该保持和平立场的植物 又为何拿起了武器开始攻击人类呢 这样的转变开始了 人类对于变异植物们的调查之旅 游戏总共有四个人物可以选择 分别是植物学家、机动忍者、雇佣兵跟怪力少女 每个人都有他的特长 这个特长就是他独有的技能 例如怪力少女是范围的自我疗伤 机动忍者是机械宠物 宠物会自动寻怪后散发电人来杀怪 虽然普通难度我已经全破了 但我使用的是怪力少女 可以自我疗伤算是把游戏的难度降到最低了 这边特别说一下 完整的故事分站在所有的地图中 尤其打BUS前的日记一定要看看 作者把重点都放在日记里面了 看了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游戏武器分为枪与近战 武器的种类多达20种以上 武器的设计非常用心 除了外形变化、属性与特色 更是充满了期待 其中我个人最爱的是梭子这把反弹枪 游戏的地图们的多是曲折地形 使用反弹枪完全是地图之枪啊 几乎没有死角 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枪械武器 像是近战的木棒、尖叫机、镰刀等等 枪械的部分像是steam枪、烟火枪跟电僵枪等等 其中还有很多我很爱的武器 充满了特色就留给大家慢慢收集了 尤其是steam枪啊 真的是超有趣的疯狂射前 而且射数是超怪的那种 游戏的地图共有四种 森林、沙漠、雪地跟深海 每个地图都有它的特色 每张地图也会新增新的怪物与物件 我最爱的是雪地、深海 雪地的雪人会常驻怪物 不打不会怎样 但是打了很不一样啊 不小心打到 就会感觉怪物打都打不完 深海则是视野说了一拳 你没有办法马上看到怪的走向 又将难度提高了一个阶段 Boss设计绝对是游戏的特点 像是森林的西瓜猪、沙漠的仙人掌人 雪地的蛋糕飞碟、深海的蜘蛛螃蟹 Boss的设计除了可爱有趣 玩法上更是别有用心 不像一般打Boss一样疯狂连射就好 特别设计了一套战术打法 例如西瓜猪需要靠炸弹将它挤晕 才可以打它 蛋糕飞碟则是让它停止转动才可以打它 这些战术设计啊 有点像是解谜的概念 让玩家慢慢的找出最完美的打王方式 你会非常期待下一只Boss的设计 与它的战术打法是什么 作为一个玩家 我很喜欢游戏给我这样的期待感 特别说一下游戏的金币到底可以干嘛呢 金币可以买弹药、可以买血量 还可以买天赋被动哦 而这个天赋被动是需要特别开启的 你会在沙漠地图找到一个新的角色 你帮它解锁后 它会说我先回去了 之后我会帮你 这个之后就是下一场 每当你过一关 它会在中间休息站贩卖天赋被动 项目不多 但是它是另外一种新的玩法 像是加追悼血量 或者是暴击不消耗弹药等等 每一场游戏可以带三个被动 所以在购买之前需要思考思考 做选择不然位置会不够哦 最后游戏不管是美术、音乐 游戏性上都有不错的呈现 我必须要说 以两个人制作来说 它真的是一个上品游戏啦 有它自己的独特剧情 美术和谐 难度适中 场景物件互动很足 玩家的期待感很重 唯一可惜的地方在于 它的玩法比较大众 没有太多新的玩法 是中规中矩 但是是随尊以上的 一百多块的价格 我必须说 它是非常值得的 它绝对有超过这样的价值